听别人佛 讲错没浪拗比利亨 做事没想到 居然肯当一个秘书 当一个秘书有什么不好 背影看重 干一番大事 等到赚到钱 就可以吃香的哈辣的 真得劲 那你敢佛 你是湘轩旺老板 还是湘轩利老板 俺湘轩你 你快要成为阿媳妇了 余少爷你不要这样 当心有人看见了 口四 你可以不必再喊阿远少爷了 你可以喊阿迪名字 我 我一时还改不了口 阿远婷你喊阿迪名字 来 喊阿迪名字 金云 阿远婷你天天喊阿迪名字 人家子卫已经有心上人了 你就不要是弹出魂水了 你真是气死阿拉 那我就气死你了 怎么可能是子卫呢 你有没有脑子 阿迪又知道子卫是阿迪名字 阿对他只有雄妹之情 不可能有乞讨的感情的嘛 那他是金锁 不是子卫 不是锦锁 不是明月 也不是台下 是那个一天走完号 他们在一块儿的 是那个被俺一见舌头 从此就按掐畅寡度的 是那个不见凤庆 广告给俺见舌底下的 现在你明白了吧 我不想反悔 如果你要反悔 我也不会 俺比你大好几岁 我不在意 不禁如此 俺以前很喜欢过零一个女艺 爱得四驱活来的 我不在意 俺想过俺要忘记她 却爱一个活在俺眼前的艺 但是俺不能保证 俺能不能做到 我也不在意 你到底在意什么 我只在意一件事 说出来 在我还没有断气和眼之前 你不许死 俺叫眼俊向你保证 俺不会死的 对不起 也许我来的不是时候 不 你来的正是时候